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牛犊又跑了出来 再一次越狱失败 但小牛犊并不气馁 打扫牛棚给牛喂食 是王顺茴现在每天 最重要的工作安排 2018年 王顺茴贷款五万元 买了三头牛 如今眼前的四头 加上肚子里的两头 是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 明年就要还贷了 他必须加倍呵护 2006年以前 王顺茴一直在建筑工地 从事重体力劳动 赚多的收入 养回一家五口 虽不富裕 但也稍有盈余 2006年 一次意外的车祸 让王顺茴的双腿 遭到重创 手术后 虽可以正常生活 但是至今 体内还留有钢钉 无法负重 也不能长时间行走 这样的身体 无法附和工地的 高强度作业 王顺茴 只得回到村里 靠务农为生 但是赶上连续几年大旱 几乎颗粒无收 对于一个 要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 无异于雪上加霜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南部的西海故地区 曾经因缺水 而有苦甲天下之称 王顺茴所在的茅平村 就位于西海故地区之中的 西齐县 是一个回汉混居的村落 虽然茅平村 已于去年通资来水 但是由于当地干旱 不是以种植农作物的气候 导致以物能为生的农民 很难自主实现脱贫目标 2018年 茅平村被确定为 自治区籍深度贫困村 脱贫攻坚的战役 正式打响 罐罐茶 一种当地的特色茶饮 由茶叶 枸杞 大枣 冰糖等多种原料 煮制而成 清甜可口 早上喂完牛 煮上一口罐罐茶 饿的话再来上几口膜 一家人围在暖炉旁刷手机 是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光 我十五岁的时候 留在庄罐人家 要回家 来之后清理西藏回去 西藏美去和那个新疆 这次我的新疆开会 意气风发的日子已成往事 除了贷款 王顺回当年治腿病和翻修房子 还陆陆续续向姐姐 借了将近十万元的借款 再说 孩子们将来需要钱的地方 也很多 谢谢 王顺回的大儿子叫王金康 今年十七岁 十七年前 长子的诞生 带给了这个小家庭 无限的希望 但在孩子一岁时 几次高烧抽搐 让幼儿的大脑受到了影响 从此无法独立生活 而成为了王顺回夫妇心中 最大的心结 在最后就开始 在最后这个学画上就开始 笑话你笑我吧 笑话不笑 这两个字那个语音子都回事了 那里 笑了 唐姐从小照顾王金康 是王金康最亲近的人 但自从他考去银川的大学后 王金康更加孤独了 想多给孩子一些陪伴 也是王顺回 没有在外出打工的原因之一 对于大儿子未来的生活 他不敢多想 但至少 多为孩子留一些积蓄 总是对的 如何才能把五万元的贷款 和将近十万元的欠款 尽快还清 一直是压在王顺回心里 最大的一块石头 近年来 跟着政府的政策养牛 让王顺回看到了希望 虽然以养牛的速度来看 要达成这个目标 还需要几年的时间积累 一大早 王顺回又开始了 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如今牛的饲养 是一门科学 饲料的调配 也早已不是过去 单一的玉米接杆 脉肤 油渣的加入 虽然增加了成本 但牛可以获得 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质 加上近年来 村里推行清除玉米法 这些措施都可以让牛的肉质 得到大幅的提升 梅腐这次 王顺回按照自己能理解的 最高标准 来思维家里的几头牛 但是怀孕的母牛 最近胃口总是不太好 王顺回正在犯愁 这时牛棚里 来了一个年轻人 张成民 毛平村的第一书记 那好价格 给你带一个好消息 明年全村推广 这个种清除玉米 清除玉米种一摩 就补贴一百 然后制成清除草 一冬再补六十块钱 像你那个池色也还大 作为一名酒人后 张成民到毛平村任职时 刚满27岁 第一个晚上没睡着 第一个可能是新鲜感 第二个太冷了 晚上睡着冻鼻子 我们当时住进来的时候 架了个小火炉 就比有这个火炉的三分之二大 来到毛平村之前 张成民是对口单位 锋利发电厂的一名技术人员 两年在毛平村的历练 让以前只和设备打交道的 张成民多了几分事故 从一名专业的技术人员 然后下来之后 和政府打交道 和老百姓打交道 说实话是心里有点处的 两年下来 张成民逐渐摸清了毛平村 每一户的情况 并逐渐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 通过大量的入户 了解到这个老百姓 养牛的还比较 还有一部分养牛的 我去了他家之后 发现那个牛棚 牛圈 都快塌了 年久失修 然后好多老百姓就跟我说 我这块想咬牛 但是我这个牛圈快塌了 能不能捐赠的 能不能支援个牛棚 改善我这个养殖环境 由于该地区干旱的气候 不是以发展种植产业 所以帮助村民发展养殖 成了毛平村 扶贫的工作重点 这现在养牛它有啥困难 这个就像这些不合格吃草 不合格吃草 是不是牛胃口不是太好 也不只多草 原先这个草吃的 改善清清 你看这两天 就剩下了这个草 还是你这个料配的有啥问题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张成明带王顺回 来到村民喜事友家 希望能从他这里 找到问题解决的办法 实事友 我把这个王顺回给你带过来了 带过来他牛 养牛上面有点空难 你看这个草清清 你给交交经验 各都草的就是草整个卖 这不合格吃吗 你一开始十几天说 牛排就干嘛吃 牛是这个的 牛不能退食 喜事友是村里的富裕户 曾经靠搞运书发家致富 如今为了带动村里人一起搞养殖 他也回家养起了牛 喜事友养牛 有着自己的独家秘籍 家里的十几头牛长得十分健壮 虽然对喜事友养牛的方法很佩服 但是王顺回还是有着自己的坚持 林家的药最好 它的牛棚没有外头 看以后得怎么发展 发展后应该是这个星期给林家 临近年底 单位的联护干部也轮值到毛平村 在脱贫验收之前做最后的调研工作 王东海 在家呢 王师傅 王师傅 我们来玩 我们来玩你看一下 好 好 最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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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养的啥 养的养 养多少个养 养 现在养二十 二十多个 今年卖掉了多少个 没了 加十十个 今年养价够呀 那你现在还有多少头养 二十多养 才二十多养 王大爷 曾经也因为养育三个孩子 家庭一度陷入贫困 但是靠着自己的勤劳 将三个孩子培养成人 像这样的农户 在毛平村有很多 那不是咱们村里头养的 那个西蒙塔尔的那个牛 现在挺好的 要养 现在要养就养品种牛 对对对 这个品种挺好的 就是你把这下来之后 就是咱们把这方面的情况 多了解一下 反正咱们这个你看 羊也养好那么多 然后就是 把这一方面 牛也心动了就心动起来 然后 有啥困难及时联系 有啥困难及时跟我们说 咱们有啥事 咱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就行 2019年 为了帮助毛平村的村民 解决饲料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出资 帮助平整了毛平村的土地 这样更方便机械化 种植饲料育米 像王顺回家 就可以形成自家养的牛 吃自家种的饲料的循环 只要他的事实跟着干 就可以形成稳定发展的产业 但王顺回显然 还有自己的想法 前阵子他养的第一批牛 有一头出篮 卖了个好价钱 但是王顺回总觉得养牛太慢 他打算用卖牛的钱 买一些羊回来养 羊的单价虽然低 但是一年能产两回咋 相比一年只剩一胎的牛来说 出篮速度快得多 今天是农历二十一 县里逢农历一四七 都有牛羊事迹 正是下手买羊的好时机 一大早连罐罐茶都没喝 喂完牛 王顺回就出发了 牛羊市场自成江湖 这里的人有自己的交流的暗影 只收现金 不懂规矩的人 只能在外围徘徊 秀里乾坤 买卖双方 通过藏在衣服底下的手 交流价格 不足为第三人道也 整个市场看似平静 但在袖子之下 买家买家之间的博弈 你来我往 王顺回深知其中奥妙 他游刃有余 期待满载而归 一圈转下来 情况并不乐观 接近年根 羊价飞涨 当时卖牛的价格 买不起几只羊 正常的市场价格 已经买不起 王顺回思来想去 给在乡里 开养羊肠的表哥联系 希望能稍低于市场价 购入一些羊 表哥的回复含糊不清 王顺回也没听明白 他到底答应没有 虽然空手而归 但是王顺回没有忘记 来县城的第二个目的 省吃俭用 也要让孩子 接受最好的教育 是王顺回的坚持 为此他专门将孩子 从村教育点 转学到县小学 这个不足五平米的平房 是他为了小儿子 王金涛 在县城上学租用的 每年两千元租金 王顺回觉得 这个钱花得值 王顺回的大女儿 王金科 在小学时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高考本来想冲刺大学 但不幸落罢 王顺回咬牙拿出 一万元钱 让女儿复读 最终在第二年考上了 在银川的幼师高职 虽然每年的费用 也要一万多 但在王顺回看来 这是必要的开支 不能省 你看人家口是大学 人家清理口是大学 特别的少 人家是为什么要操痛 人家这次刀刀刀刀了 刀刀就好 如此结婚去完 有孩子就 女人去完就完 就在家里 整容 多挖去了 把私家干下来 这次闲点结婚 一闲可乐吗 有闲也可乐 考了多少分 考了90分 有了女儿的成功范例 王顺回对小儿子的功课 看得更加严格 我既是科代表又是班长 虽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但孩子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 还是很保守 我觉得我们考到尼大就已经不错 与此同时 王金涛以前的同学们 正在茅平村的教学点 享用免费的午餐 位于茅平村的教学点 现在一共有19名学生 为了方便茅平村 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接受教育 这个教育点一直保留了下来 成为了茅平村脱贫工作的特点 2019年 张成明的单位 还组织全校学生去银川参观 孩子们第一次去了动物园 参观了科技馆 还吃了一顿洋快餐 教育带来更加开阔的视野 或许十几年后 他们有些人考入大学 有些人进入技能学校学习 有些在大城市打拼 有些回到家乡养 无论结局如何 至少他们可以走出 祖辈安于贫穷的循环 站在更高的台阶上 选择自己一路 转学到县小学的王金涛 课业压力可要大得多了 王顺回在回家之前 反复叮嘱孩子 期末复习的重要性 并承诺 如果期末考试考得好 可以买一辆自行车 作为奖励 从县城回到村里 已经下午四点 妻子早早站在家门口 等着王顺回回来 接他去村委会 养牛 无法迅速缓解 王顺回家的生活压力 为此 政府相关部门 为他们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每天为村委会打扫卫生 一年可以获得八千元的工资 这对于王顺回夫妇来说 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至少可以补贴儿女的教育支出 夫妇俩对这份工作很珍惜 所以干得十分卖力 想到远在银川上学的女儿 和学习成绩优异的儿子 王顺回觉得 即使再累也值得 扫完村委会 天已经黑了 王顺回抓紧时间去喂牛 妻子则开始准备晚饭 洋芋面是当地的家常便饭 做法朴素 但当地土豆质量上乘 所以简单调味就能激发碳水化合物的香气 手擀面 现切现煮 如今村子里的头等大事 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年 整个村子安静下来 似乎在期待 过年时 归乡的年轻人 可以点燃喜庆热闹的氛围 喜事有的孙子今天一岁生日 他从王顺回家买了两只鸡 准备做一顿大餐 等待儿子带着孙子回来 一起过生日 张成明也在等待 过完年就是新的任期 他在等待组织的安排 无论走与不走 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王顺回一家也在等待 等孩子们都放假回家 就可以开始准备过年的年菜了 开春时养的小猪 现在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把肉用油浸上 可以吃一年 过完年 能不能买到羊 如何还清欠款 孩子们的学业如何 这些林林总总的烦心事 王顺回将如何面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